在国歌和炮声中 美军远征移动基地舰米格尔基斯号 5月8号正式服役 这艘巨轮已在越战中牺牲的 海军陆战队队员米格尔基斯命名 大约花费两年时间建成 造价5.25亿美元 移动海上基地的概念 始于冷战结束后 当时美军在海外的军事基地 规模不断缩小 移动海上基地舰 可以在没有陆上基地的情况下 为远征部队提供物资 进行装备维护 并配合海上作战 米格尔基斯号 就是这样一艘移动基地舰 它长达240米 排水量达到9万吨 同时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常规动力军舰 巨大的舰体 使其能够部署一个宽阔的飞行甲板 可以容纳美国海军 最大的重型直升机 MH-53和F-35B隐形战机 米格尔基斯号 采用柴油电力混合动力装置 最高航速15节 最大航程9500海里 该舰能执行多类 综合军事行动 在服役仪式上 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 海军上将法勒说 米格尔基斯号 可能将被派往南中国海 对抗中共威胁 米格尔基斯号 将在今年夏天启程 前往西太平洋 执行任务 它的首个作战基地 将设在塞班岛 该舰将永久部署在海外 新唐人记者金时综合报道